我爱您好 欢迎持续锁定民事午夜新闻 我是刘方慈 今天一开始马上带来关心午夜最重要 好 首先是立法院在星期二下午三读 通过了国家赔偿法部分条文修正案 民地往后如果假使在台风天 还执意跑去登山或者是观浪 不听相关单位劝导 一旦发生意外的话 国家可以免除或者是减轻国家赔偿 好 另外美中贸易战又传输了新的转折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 贸易的协议可能会拖延到明年 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这个消息一出重创了市场信心 美股开盘应声大跌 其中道琼工业指数已都大跌了超过400点 好 还要来关心即将迈入年底了 那么观众朋友是不是也很期待 年底的跨年晚会 那么在往后一年 2020化2021的时候 台北市政府则是表示 要打算把活动延长成整整一个月 好 不过其中也对赞助包商下了一道限制 就是严谨中资企业加入 就连活动以及转播的广告 都不可以露出中资的商标 民众党立委参选人蔡宜芳 她先前公开 美国总统川普 法国总统马克宏台北时间星期二晚间10点多 在北约峰会碰头 好 但是会前两个人已经在关税 还有北约议题杠上了 好 所以这个北约峰会现场 真的是针锋相对 横扫了西部和中西部之后 美国冬季风暴这两天是继续席卷到了东北地区 好 包含纽约州还有麻州都变成成雪国 好 但是鹰白世界虽然美丽 也严重影响到路空交通了 像是纽约州在48个钟头之内 就发生了至少1000起的交通事故 全部都是跟暴雪有关系 那么航空的交通也是一团混乱 有超过上千架次被迫取消或者是延迟 那么纽约州已经宣布部分的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好 接着带你来关心我们所居住的地球 您可以想象将近50亿公升的湖水 在5个小时之内几乎被排干的景象吗 好 现在随着全球暖化越来越严重 这个景象已经在世界的第一大岛格林兰发生了 科学家发现当地西北部的斯托尔冰河的这个冰湖 底层出现了裂痕 那么短短5个钟头之内就排光了所有的水量 这个水量竟然有2000座奥运规格的游泳池一样的多 高雄左营的万年纪最具特色的万人亚火师 透过火师烧化的仪式